大家都知道TNCAP即将要 马上就要上路了 而且之前其实TNCAP也提出了 如果说进口车的话 他们有这个免状的标准 但是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似乎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没错 自从交通部说 要成立台湾的TNCAP之后 这真的是闹得肺肺炎 什么时候要进行第一撞 怎么样又怎么样 反正不管怎么样 大概就是之前的承诺已经掉票了 不过最近也说 第一期的工程已经完工了 也就是说我们台湾TNCAP的 撞击实验室 第一期工程已经完工 而且预计要在2023年 很快也就是马上 明年的第一季要进行TNCAP的手撞 手撞 好 那怎么个撞法 所以TNCAP是什么 就是基本上我们每次在节目中 介绍这个所谓的EURO NCAP 是欧洲的NCAP的撞击测试 包含不管是你的这个行人的防护 车辆的安全 几个新等的评分等等 那它依照这样子的一个规范 跟这个撞击的要求 来去成立台湾的撞击测试单位 那好了 观众朋友们一定会很好奇 那么马上要迎来的手撞 要撞哪一台 一定是国产车啊 台湾这个TNCAP的意思是说 照销售排行来开始撞 那要撞哪一台 当然是TNCAP 因为马路上能见度最高啊 卖最好 Caroa Cross可能会是第一台 因为进口的车可能不用撞 目前照交通部的一个规范 意思是说进口车呢 它可能会去运用 在国外NCAP撞击的一个新等 来去做共用 来去做建立这个所谓的 国外NCAP的资讯平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我们台湾 一个知名的企业网站 就是YouCar 它其实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说一般的消费者 对于台湾的撞击测试 要怎么要求 第一个是 所有的车子都要撞吗 还是说国产车你来撞 进口车就引用 国外的URONCAP资讯平台 就不用撞 大概目前来讲是 有一半的人支持说 建立国外NCAP的 这个撞击测试的资讯平台 但是它有个淡数 就是它要求目前台湾的 这个车辆的进口商 你得要公布 所谓安全配备的差异化 懂了 就是你在国外撞的那台车 安全配备 跟在台湾卖的这台车 撞这个安全配备有多少差异 了解 因为你不要拿国外的这个车子 说是这个五颗星 你来卖来台湾的 如果你的安全配有减少的 撞到这样 你也说五颗星 那这个就骗人嘛 没错 那好 来 有四成四的人不赞成 就是所谓的共用资讯平台 那意思是要重新撞 来 你台湾的TNCAP就是规规矩矩 一直撞 一直撞 撞下去 把所有车子的撞击测试 都把它做完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 如果目前交通部 是倾向建立所谓的 国外NCAP的一个资讯平台 为什么呢 因为它撞不完 它一记 规范 他们不是规范 现在是规划一记买两台车 一记公布两台车的撞击测试 一记两台 所以一年只能撞八台 好了 所以国产车一年可能超过八个车型 那怎么撞 我问你 你根本撞不完嘛 所以进口车怎么办 如果说它不用这个资讯平台的状况之下 它这个TNCAP等于是没有作用的单位 那今天讲得很保守 等于是一个没有作用的单位 那我怎么看待这五成六的支持 做资讯平台的消费者 跟四成四不支持做资讯平台的消费者 基本上它所代表就是一个不信任 不信任什么 五成六支持 用国外EURO MCAP的资讯 来去做授权的 这其实现在台湾也是这样的状况 但是因为我刚强调它有个淡数 就是你一定要公布 国内导入的车款 跟国外车款安全配备有多少差距 所以这代表哪一种不信任 不信任车商所引进了台湾的进口车的配备 跟国外一不一样 是不是一种不信任 是不是一种不信任 第二个呢 四成四说不支持 说引用EURO MCAP的资讯平台的资讯 就你台湾NCAP一直撞就好了啦 没有那个量能啊 对它叫做什么 不信任 不信任什么 不信任台湾的代理商车商 所提供的 跟国外的安全配备差异性的 可信度跟真实度 是不是代表着不信任 好 另外我们来看 这个叫做资讯平台 另外它还有一个问题叫做 TNCAP跟EURO MCAP共用新等怎么看 也就是说 TNCAP撞完之后要公布说 这台卡拉扣是我们台湾TNCAP的手撞 获得的5颗星 那进口车就沿用 台湾我们不撞的啦 用EURO MCAP给的新等 就公布了 这个进口的这台奔驰 5颗星 有89%的人支持 有10%的人不支持 10%的人不支持 是怎样 说 没关系你就一直撞嘛 但是问题还是来了嘛 一年只能撞8台嘛 是不是这样 好 那这89%支持的又代表是什么 对国外比较信任 代表的还是不信任 对EURO MCAP比较信任 对 他不信任 TNCAP可能叫做球员兼裁判的这个单位 所做出来的撞击测试 我宁可相信 EURO MCAP的一个这个 撞击测试给的新等 但是前提还是绕回来 刚刚这个资讯平台 他的这个淡书就是说 我们台湾岛路的车子的安全配备 到底跟国外所做的撞击测试的车子 安全配备 有没有差距 有没有差异性 因为国外真的有爆出这种所谓的选手车 在某些地区必须要受到小偏区撞击的 那个品牌就在那一台车上面做了一些 某个部位的强化 在那个地区的小偏区测试撞击 是很得到不错的分数 可是其他市场的销售车辆 并没有做那些安全性的部件强化 所以这是造成什么 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的消费者是刁民 不信任车厂不信任政府 其实不是这个问题 是全球市场都存在这样子的事件发生 也让所有的消费者都会担心 你们这个公正单位到底公不公正 你接受的是哪里的资金 来买哪里的车子 然后哪里的车子拿来怎么个状态 你的实验是符不符合 什么样的一个规范跟标准 所以我认为TNCAP利益非常的良好 但是交通部一定要审慎的评估 不要已经有既定的想法 然后我就引用就好 因为我一年撞吧台也撞不完 没有办法 所以我只要建立资讯平台就好了 那只是共用心等不就得了吗 对啊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希望在利益良好的政策 希望我们台湾的交通部 好好的来经营 不要这个便宜行事啦 好不好 拜托 拜托各位官员 建立一些标准啦 对 毕竟有那个TNCAP的确是不错 对于台湾消费者来说 的确是好事 但我们常常每次聊到 这种撞击测试啦 安全的标准啦 很多人有一些消费者会说 哎呀 车买来 是买来开的 不是买来撞的好吗 所以大家注意安全就好了 如果是同一个品牌下面喔 CUV跟SUV 有时候价格重叠的时候 你应该要怎么样选呢 小叶 好 其实我们每次在讨论 车辆评比或通常比较的时候 我们传统这种每天试新车 看新车的汽车媒体 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 我们一定要比得非常整齐 国产对国产 进口对进口 CUV就是不能对上SUV 会有这种传统的思维 但是对于多数的消费者来说 他们通常都是怎样 一个同样的价格一刀砍下去 对不对 好 那我就举这个例子来很棒喔 如果今天我手上就有130万的购车预算 我想买福斯的旗下一台休旅车 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你看喔 福斯比较大的一台标准的中型SUV叫什么 T-Guang 它的售价范围是112.8到186.8 我刚才说的130万 它可以选 第二个比较小一点点的 是福斯的T-Rock 我们的分也叫做什么 它叫做CUV 因为它的车厂低于4米5 它也售价是122.8到144.8 我刚才说的130万 它也可以买 对不对 当你130万一刀砍下去 这两台车怎么选 确实就是一个很多人的疑问 好 那我给举个几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车身尺码 这是最直接的差异化 T-Guang它的车身尺码 车厂超过了4米5 那它的轴距也超过了2米7 很明显的 它跟T-Rock比起来 空间就是它的优势 那两个车型 其实都有蛮多的动力选择 那因为同品牌的关系 很多动力是共用的 不管是1.5升 不管是2.0升 两台车型都会有一样的动力 所以我就说了 关键就是要有空间 甚至我在帮大家补充后箱容积 你看提光标准乘坐下 超过了600公升 但是呢 T-Rock虽然说也不错 但也只有445公升 好 所以我就要回到说 到底你要什么选 我觉得关键还是空间 就像刚才知习跟爱大都提过 空间没有人嫌大 对不对 那现在的汽车科技发展 其实很多东西 你在选配备的时候 事后的升级都可以做得到 唯一一个空间 当然爱大刚才说的 车顶加车顶箱 这个是没有问题 背书包啊 对 背书包 但是如果你在车内的乘坐空间 你是没有办法改的 对不对 那就是一个刚性确实的空间 在那里嘛 所以说如果你今天 你对空间没有大的需求 简单说就是 你以前可能是考虑了什么 小的先背车 或者是小的国产低底盘房车 你想要尝试一下休旅车 但是你又很怕太大的休旅车 你不能掌控 太高的底盘晃动 你会觉得怕 或者是说你家的成员 可能就是两位 或者是2加1 那加1可能是 还小的小朋友 或者是银法族 那个加1可能是 已经长大的小朋友 不大会跟父母亲一起出去的 这种2加1的情形的话 CUV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给你之前的用车习惯 但不会有太大的偏离 然后你又可以享受 够用的空间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2加2以上的家庭成员 那你跟你的 可能再长一辈的父母亲 也很常接触 比如说周末两天 周休两天 你有一天 就会跟他们一起出去的话 那我真的建议你 可能就是要标准这种 中旬的SUV 甚至提供还有什么 它还有5加2的O-Space 都可能要纳入你的购车清单 所以我觉得 再怎样讲过去 讲过来讲过去就是 空间还是最大的关键 所以要买SUV 还要买SUV的时候 你要自己诚实的 面对自己的用车环境 就像我自己 我都知道 我最多跟我太太 就是两个人用车 那再长辈 可能一季 可能就一次两次 那我们何需要 在这么开一台 这么大的车型 去增加我们自己的困扰 买车的时候 诚实面对自己 如果真的是空间 是关键的话 买大一点的车 对你的以后的用车来说 会比较没有负担 没错 小叶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 就是福斯下面 比较大一点的体贯 然后还有这个 比较小一点 CUV的T-ROCKR T-ROCK这两款车 其实这两款休旅车 都有推出性能版本的R版本 而且在台湾的销售成绩 都非常非常的好 现在还一车难求 近期大家应该也有看到了 有不少的车主 在交这个T-ROCKR 因为它179.8万 你可以买到300匹的马力 天哪 真香啊 掌握